哈囉,大家好,我是雞腿 對,沒有錯 那這次我要介紹的是封印師的配點跟技能建議 還有抓蟲小技巧 那因為封印師並不是主要戰鬥職業 所以配點上面其實是可以比較彈性的 不過我推薦的路線還是朝著 力量型封印師出發會比較好棄手 那初始配點的話我會建議 15點的力量,配上10點的體力,5點的敏捷 升級之後則是2點力量,1點體力,1點敏捷 但當然如果你覺得血好像不夠多 那就體力點2點 那如果你覺得我好像很慢,那就敏捷點2點 反正點法很隨意 那力量一定要滿就對了 那介紹完技能之後 首先 欸 精靈的盟約我就不用介紹了吧,那是必選的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是什麼技能 拜託,請看舊職篇 因為 你 還沒學這招你 你不是蜂蜜師 好不好 那接著 就帶你們去學我 幾乎所有職業都推了兩招技能 對 相信 有看前幾篇的人都知道了 但是沒有看的人 我還是會為了你們走一遍 好不好 好不好 因為這兩招技能 其實真的 欸 很讚 真的很讚 第一招就是這個 寵物強化 這句話我會 可能還講很多次吧 他就是 欸 被動 寵物經驗值加成 反正 對 啊就是 帶他出去打怪 他就加成 對於練寵來說 真的很方便 沒有錯 真的很方便 第二招就是 調教啦 對 知道的人就知道 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 那 反正我就邊走邊介紹 欸 我們寵物是有忠誠度的啦 忠誠度的 那如果你不學 調教的話 忠誠度大概都是60 大概都是60 啊 除非你是什麼 高等待 一些等待 他只會低於60 不會高於60 對 只會低於60 不會高於60 那 寵物就會搖頭啊 那我們 前期啦 我這都是 局限於前期啦 因為後面 寵物不管怎樣 忠誠度就是 不可能達到100 至少這個職業不可能 那 但是前期是很有用的 就是 調教 那個就是 增加寵物忠誠的最大值 那 寵物發動技能值 可以 就是 掃耗膜 好用 真的好用 那 被動技這兩招 避雪我介紹完之後 那 精靈盟約 我剛才講了嘛 不知道一定看舊子篇 好不好 一定看舊子篇 那再來就是 封印師 我覺得算是 最重要的技能啦 你沒有這個技能 你會抓寵 非常困難 抓寵 非常困難 這就是 我要介紹的小技巧啦 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 我這樣打怪一下 他就飛走了 我要怎麼抓 你那不打他嗎 不行不行不行 如果你在抓寵物時 你不打他 會 很難 抓到 可能有機會啦 反正我是一定打 我不知道 不扁他 能不能抓 應該可以 要就是機率比較低而已 所以我會建議 一定要扁 但是你不要真的 拿起你的武器扁他 好不好 講到這裡 應該大家知道 我去幹嘛了吧 因為 我就這樣說好了 如果你真的想要 什麼當輸出啊什麼的 也不會選擇 封印師這個職業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其實 也不用 想太多 因為 你的真聖的職業 就是封印師嘛 你是來抓寵物的 對 你是來抓寵物的 所以你的技能擱置 可以去 你想學什麼 就學什麼啦 那我個人 推薦的就是這幾招 先接你們 學這幾招 那我們要等一下 因為現在怪很多 我們要打一下 等一下 帶你們去學 封印師最重要的技能 這裡大家不陌生吧 魔女之家 這裡大家不陌生吧 這 這個是魔女之家 只有晚上才可以來 然後你要跟他說魔術 對 你要跟他說魔術 我媽媽帶你來的就是學這邊的 單體法術 單體法術 那你想學什麼 屬性 隨你 真的是隨你 因為我們這種 力量型的笨蛋啊 他的精神很低 所以用法術打 也不會太痛 真的不會太痛 我們這種力量型的 你想學什麼 就學什麼 如果你想四招都學 我也不會阻止你 反正就是 你要加 假如說 水龍蜥 他怕雨石嘛 那是水屬性的 那你就用冰洞打他 反正 去用 同個屬性 或是他完全不怕的屬性 去打他 就對了 那基本上 不容易死 這就是一個小技巧 因為 不然的話 你不打他 他 欸 很難抓啊 你就重打他啊 等他no no 或是 來不及收蟲反擊 那又很尷尬 對不對 沒有錯 啊 有人會推薦 石化魔法 跟 中毒魔法 但是我個人是 建議用單體就很強了 就很好 方便 對啊 那 其實這部影片就到這裡了 因為 封印石他就是一隻 比較 嘖 怎麼講 他的職責就是抓寵物啦 他的職責就是抓寵物 所以 配點跟技能方面是很彈性的 你想怎麼學 你就去怎麼學 那 該有的技能 我就推薦這幾招 啊 剩下的格子 你想怎麼學 那就怎麼學 對 那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們還有想看的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最後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